我们只是来关心到柯文哲卷入金华城的弊案 台北地区院前天是以尚有共犯没有到案 有逃亡和串政之余 裁定严压柯文哲两个月 而在柯文哲整个案件之中的关键角色 这一块关键拼图 也就是柯文哲的贴身帐房秘书举子徐芷瑜 他在八月底出境到了日本之后 因为滞留在国外迟迟没有回到台湾 因此他的行踪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 而根据简连掌握 徐芷瑜10月初已经自行从日本搭机转到澳洲 而且他可以停留澳洲到明年1月 因为我国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 只能够用个案通报当事国 其护照失效请求协弃 关键也在于当事国愿不愿意积极帮忙处理 方式就包括了签证到期不予续签 或者是要求要限期离境 驱逐出境等等 不然在护照有效期间之内 橘子仍然是可以持我国的护照 游走各国 所以现在橘子人到底在哪边 我们的北柬到底有没有积极的 想要把橘子追汽到岸 还是真的让人从日本跑到澳洲了呢 现在整个在查起柯文哲的案件 大家都是赶快要看橘子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回来 好我们继续看回来 在这一次整个柯文哲的案件 那么因为在前天是确定了研压柯文哲两个月到明年的一月五号 那么当这个研压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他的妻子陈佩琪也在脸书贴出了民众党的图卡文 抗告也就是支持抗告到底 那么民众党的立委就说 两个月前柯文哲放弃抗告 全力的来配合检调 就是因为他比任何人更希望司法公正 没有想到两个月过去 只看见各界配合 媒体操作政治追杀 伤害司法的公信力 因此这一次很多人希望柯文哲能够提出抗告 那么会不会抗告呢 当然今天会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因为律师会再来律见柯文哲 来决定最后到底要不要来进行抗告 那么立委王宏威就说 这也显示检察官在侦查两个月之后 都没有找到一刀毙命的证据 否则你大可以直接起诉 而且本案在侦办的过程之中 检方一再给特定媒体资料 一直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这样子会让公信力大为折损 前立委沈富雄也说 柯文哲的严压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检调手上的证据 没有办法一刀毙命 或者是另外一个剧本 就是检调要求完美 要让大家无话可说 大家会觉得 检调现在严压柯文哲 哪一个原因会变得是比较有可能的呢 医师沈正南也说 柯文哲的收费罪已经确定完不下去 因为他看过这个严压的理由 发现收费罪 它不是最低本刑七年以上吗 但是为什么严压的理由是说 最重五年以上徒刑的 这个贪污相关的罪行呢 所以收费罪难道是完不下去了呢 所以沈正南就说 现在金流不存在 当然就找不到 因此建议柯文哲不要抗告 才能够凸显政治恶斗跟司法迫害 并且为2028的总统大选 累积更大的能量 不过现在因为柯文哲 他继续延压 那么他请假 这个党主席的日期 现在有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江和树也提议 他的请假的日期应该要 无限期的延长 如果真的会有人不同意 那么他会公布 到底是谁不同意 可是党内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民众党的前中央委员 范江一凯他就讲说 江和树是说出了很多党人的心声 毕竟柯文哲连澄清的机会都没有 而赖清德还有北俭 却透过各种手段 甚至配合特定的媒体 塑造柯文哲有罪的形象 这也是严重打击民众党的正常运作 可是整个民众党目前呈现出了 这样子山中无老虎 猴子当大王的状态 全台开这么多的接讲 支持者也慢慢疲乏 所以代理党主席跟改选党主席 势必得要进行的 所以等于说不同的意见 不能够让柯文哲请假的期限 无限延长 不然现在群龙无首 那么大家也都会担心 那现在民众党到底要怎么办 那我们来看到网红四叉猫怎么说呢 他说民众党章规定 应该要直接推派人来代理党主席 民众党的党章 怎么遇到事情就转弯 柯文哲被关两个月 怎么还没有被开除党籍呢 所以这个来看到这个民众党的党章 确实有这样子写的 因故无法执行职权的时候 这个党主席会由中央委员 互推一个人来代理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代理的状况出现 所以就要看这个民众党 到底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不过柯文哲的案件 绿检媒一体 等于说呢 北检正面在办案 但是呢 怎么都会有绿媒的周刊 配合来把这些办案的细节 完全都公开了呢 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变成笑话 变成侦查全公开吗 所以司法委员会 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的 招委吴中宪 他在明天就排考察北检 要来看侦查不公开 那么这个部分呢 马上呢 又被这个民进党的干事长 吴思耀就说 哎呀你这个在撕裂社会 你这个在扩大对立 但是吴中宪怎么讲 他说呢 排考察不是要介入个案 他个人也从来没有帮柯文哲 讲过话 只是最近有太多 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案件 他考察的目的 只是希望能够改善 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那么其实吴中宪 现在对于整个柯文哲的案件 他都是以程序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来对外说明解释 因为他过去也是检察官出身 所以他会了解说 整个办案的程序是什么 所以可以理解他说呢 他没有帮柯文哲讲过话 而是针对一整个程序 他从检调体系出身 他觉得看不下去 他觉得程序正义需要声张的 他会出来帮忙事宜 但是对于案情的部分 吴中宪并没有多做琢磨 好那么当然 现在对于柯文哲 卷入金华城的案件 海北地院延长 积压禁建一事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珍就认为 应该是肯定会起诉 民众囊恐怕在2028年 面对到分水里 媒体人陈辉文就直言 齿多公权 要三审定验才会生效 距离2028年只剩三年多 吴中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过媒体人黄耀明则是分析 假设柯文哲被判刑十年以上 不用等到三审定验 当然不能够参选总统 去年五月选霸法三毒通过 没有定验 也可以此夺你剥夺 剥夺你参选权利 只要你一审 二审 就是说你还没判刑决定之前 有被判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就是这个条文通过之后 第一个没有办法参选连任立委 叫苏正清 因为他的搜狗案 他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现在柯文哲的风险就在于说 如果按照现在为什么一定要 徒利我不够 我一定要查你收贿 因为一个是七年以上 一个是五年以上 如果你是五年以上的罪嫌 你判到十年 会觉得这个有点超过 可是如果是七年以上的贪污 我怎么样 只要抓到你的这个市政 我把你判到十年以上 让你不得参选几率就很高 所以吴征没有说错 民进党的剧本 就是如果抓到柯文哲 所谓的金流会选的 这些证据 收贿的证据的话 等到一审至少判十年以上 不用判刑定验 现在的选拔法 不用判刑定验 只要一审有罪 判到十年以上 他的参选资格 从此就被剥夺 而柯文哲现在继续被延压 民众党就批评 司法以及特定媒体配合操作 已经沦为政治工具 柯文哲的案子延烧 是否会成为蓝白 更加紧密合作的契机 持续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的 国民党籍的赵伟吴宗献 明天就排定 要来考察北检 侦查不公开的作业情况 时机跟对象引发关注 吴宗献就表示 考察并不是针对 个案或者是柯文哲 只是希望长期 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能够获得改善 而另外呢 有关于柯文哲的严压 前立委蔡正仁也表示 他现在的证据 就只有看到土利罪 不到收贿罪 表示检察官到现在还找不到 柯文哲收贿的证据 我们台湾的法律 稍微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贪污罪分成两种 一种叫土利罪 五年以上 一种叫收贿罪 七年以上 一般来说 其他国家都把收贿罪 跟土利罪分开 不会搞在贪污罪里面 分不清楚 很多国家都把土利罪 摆在堵职罪里面 而不是单独成立 所以我们发现 美国日本根本没有土利罪 他就直接用堵职罪来办 就是你该进义务 没有进到义务 使得政府受害 这个叫做堵职罪之类的 他把类似的 这个土利罪绑进去 所以没有单独有土利罪 我们台湾新发明了 把土利罪摆在这个贪污罪里面 土利罪是不是贪污 哇这大有问题 跟贪污定义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把它摆在一起 好吧 那这里面他讲说 炎压的理由是 最重本刑五年以上 就表示说 他现在的证据只到土利罪 没有到收费罪 收费罪就七年以上 他法官就自己承认了 他表示到现在检察官 还找不到他收费的证据 不像那个谁 那个郑文昌一开始 本刑七年以上 因为他有找到金钱 金流监听 什么证据都有 那这里面 我们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两天都一直同时发生的 白色的柯文泽 研压 绿色的陈其玉放走 对 你告诉我什么道理 这是赖清德的德政 大家想一想看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护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虎夫录全修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